诶,大家好,这是Nix,今天为了带来Nio的游戏,看我视频,上一期呢,我们是来到了这边一个好像是燃烧的村落中啊,这边好像有东西,上一期是,就是一个教学告诉你如何把这个妖怪的气场给清除掉, 好像是不知不觉中又获得了一些,一些技能点,这是什么,技能的,好像是可以,好像这边是告诉你,等于是你所有的,就是可以学会的招式啊,好像是这边是没有,没有学,还是说, 好,就是上段中段跟下段,这个好像就是这么,这么来讲,但是每个姿态应该是有相应的,等于有相应的技能,或说可能是这边是什么, 哦,等于是你可以改,我这样等于是,应该是游戏的,相应是它的,这个叫自由性应该会更,更多,但是我是非常不太,我不太能适应这种,就是自由性很广,很大的这么一个游戏,我会,基本上我是,我觉得到了后期,我会可能就是完全, 应该就是完全的,会把这个,就是游戏中的一些,怎么说呢,游戏中的这些,很多的操作会,完全是顾不过来,不过,目前呢,就,就这个样子了, 这个人应该是,之前我们已经是,打过,包括前面这个着火地方应该也是,之前也是也有打过,好像是那边说有个人是被, 我还是不太,嗯,操作还是不太,不太好,经常是会按成,一些其他操作, 呃,又按成,好吧,发现敌人没有耐力的时候,我就想去给敌人来一个,就是,来个重攻击啊,结果下一次又按成了, 黑眼之魂的重攻击剑,我也是在,实际上在这期,我开始录这期之前呢,我是记得好像是上期吧, 也是陷入了一个很,很危险的一个境界,当时我是可能就是下一次的N,把N键呢,也是给,给击错了, 哦,在这期开始之前呢,我实际上是在一开始的营火的地方是去,啊,不是营火,总之在一开始那个记塔那个地方, 我是尝试了一下,就是把N键的一些快捷键呢,是给改一改,我发现还是不是特别的,哎,掉下来了, 感觉上有些情况下可能是会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同时呢, 又会,会造成一些新的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目前就先这个样子了, 就是多打一打熟悉了后,应该会,应该就好了, 哦,好快,他能,他掉下来了, 这屋顶怎么看着都快烂,哎,果然已经烂了, 感觉敌人的AI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啊, 地图上那有很多的敌人,我也是要去就是多多利用好我的地图, 因为平常的话习惯性的是没有地图的, 那现在呢是有地图, 好像是没有, 这个敌人好像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那刚才我戳了他肚子一下,怎么他脑袋掉了,这是什么情况, 我是从这个房间掉的来的吧, 这果然是, 刚才我看着,看着这个屋顶上好像有个洞啊, 我还说呢,怎么感觉那个房子都要塌了似的, 结果,这个果然塌了, 这些是,这个敌人在房顶上吗,还是在, 在这里边, 这什么情况啊,直接趴在地上, 我直接把这个追加的那个重攻击就直接打出来了, 那好像是有, 有技能点啊, 还是生毛吧, 没有敌人吧, 听到好像有敌人的样子, 这边还是在你在key pos的时候要, 要切换姿态, 我觉得操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这只可以去把敌人等于是给防御的时候, 按重攻击键是可以把敌人给打晕, 可以试一试, 别的东西好像是都已经, 已经学了, 防御的时候, 来清楚, 效果怎么样啊, 两个解毒药, 这是我们之前调的地方吗, 那个物品没有捡, 好像是一些箭矢, 我猜当时可能是满了, 所以是没有捡, 但这边是第二个地方, 哦, Kodama你好, 这个藏的实在是太隐蔽了, 这下边, 这是敌人吗, 果然是敌人, 我先把这个人消灭掉吧, 没有, 没有, 没有打死, 我觉得已经是快死了, 获得一个火焰的, 就是被毒死了这个人, 火焰的一个护服, 是这个护服吗, 这个护服啊, 增加物点防御, 然后一些抗火, 抗妖怪, 还有火焰伤害降低8%, 什么叫recurrent, 场地是你烧, 场地是你烧, 烧你的时候, 应该是伤害会降低吧, 像这边, 这个人的装备怎么样 好像是这个游戏中蓝色装备比黄的装备要好 所以说他应该是没有必要去 去打的 这个敌人他 他很 怎么说他一直趴在地上 我的攻击打不到 我需要用下段来打 这也是平常没有 没有怎么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有些攻击等于是你的 根据你的段位不同 还是这什么样 这不是地雷吧 根据你的盾位不同 还是会有可能是打不到敌人 这边是我之前掉下来的地方 等于是绕了一圈 应该是绕回来了 这样这边应该是可以 这是死人吧 这是死人 这应该是刚才爬下来的地方 我是从这个地方跳了下去 绕了一圈绕回来了 应该是我觉得 应该是都探索完了 没有耐力了 稍微的 稍微的 有没有打到啊 哇又掉 恶魔的脚 一个 一把 一把刀 没死 好像上段长枪的上段的攻击的硬值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刚才我的一个弓箭是没有打到导致导致敌人的等于是进行了进行了环击要打的话应该不会刚才一把刀的刀 可能是应该是不会中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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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有梯子可以爬 暂时这火也可以打坏了 目前我的 从我的小地图上是没有 没有感受敌人 我觉得暂时就 没有必要像黑眼之魂那样 注意一下防景不要塌 去不停地小心敌人偷袭你 可能这个游戏 这好像是来副枪 游戏的重点应该不是 你要多小心去防止被偷袭 可能是要去 更加注重在战斗上 一些姿态的切换 可能会注重点不太一样 也倒是还 哎 天哪 这个这个房间我们应该是来过 我在说话 要是自己玩的话 可能我会 可能会更加的仔细一下去 观察自己的脚底上 这后面有隐藏东西吗 果然有 这是爆弹没法拿更多的了 哇 这边我要是比如说不把这些上面的敌人都给他杀掉的话呢 他可能会 我们可能会在想攻击他的时候我们会掉下去 然后掉下去房间内应该是有一个敌人 然后上面房顶上的敌人呢 他们再会追下来 应该会非常的危险 但这边是能解锁一个解禁 我们现在应该是 总之到时候再回来的话应该会好回来一些 前面好像又有只妖怪啊 他怎么 呃 哈哈 哇哇哇他还会跳跃攻击 这不太的 他没有耐力了 可能是斧头的就是斧头有一些攻击吧 可能斧头一些攻击可能是他就是他自己带的一个攻击模式就是去就是去跳跃 所以说可能是我是不太没有太习惯啊 呃 另外这边的现在装备中央算是54.9 还是54好像是远程武器不带重量 武器带重量吗 我把这个毛卸了 好武器也不带重量 也就是说你你带两把武器跟带一把武器应该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我觉得血缘中是你的耐力回复速度会决定你你装备了多少武器 你要是装备一把武器的时候可能是耐着回复速很快 你要是装了四把武器的话可能会特别的慢啊 也不能说特别慢 总之会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不太清楚这个游戏中是什么什么样子 这样这边应该是我们之前着火过不去的地方 现在是可以跳去了 应该是吧 但是我现在不想跳起有没有 这个梯子能再爬上来吗 好像可以爬上来 咱们先在房顶上探索一番吧 地图上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敌人 什么情况 原来是给爆头的失去平衡了 然后就又 这个敌人也太二了 这边有什么意义吗 我的脚下是有一个敌人 应该是房间里面的敌人 诶 这是哪来的 先把血加满 解毒药 旅行护身符 又是什么东西 这边还有护服吗 一个祈祷的珠子 可以是增加一些我们先看一下这些效果吧 这等于是抗火的 这是能抗腰的 然后再好像是背后攻击 但是这边是对 应该是对妖怪的一个肉部伤害啊 我觉得把这个带什么应该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妖怪应该是挺挺难打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这是抗火 这个防御率好像更高一些 我们带这两个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吗 Holokudama Holokudama 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普通爆弹的一个升级版的 它好像是会造成一些 sharp no 是就是那种碎片 可能是外边是金属的 会造成一些 应该就是伤害可能会更高一些 啊 这是这刚才拿到这个旅行的护身符 这好像是返回股票 它写的是会让你去传送回最后的一个 你祈祷过的祭坛 那这个可以 嗯 我们是只有八个这种就是快捷篮 我觉得这边的这个标记护士就先暂时不用了 这样看一下从探索吧 这边是应该是 着火的地方 这边是死胡同 香道你到底有没有东西 我看香道还是想下一次去打一打 哇你 这是扔扔石头吗 忘记了 它是一个下段的 不太好打的啊 好像有些箱子里就是会出一些 出些东西 这边也在着着火 哇这什么情况 中毒了 这是中毒了吧 应该是中毒了 中毒解毒药是哪个 刺是解毒药吗 应该是 哇 我 我又 我现在操作就是又 可以说刚才是又又panic 导致我的操作又是很混乱 刚才是想去换这个姿态 结果是按键也是按错了 好 之前是一直没有被那个敌人打的 他的那个好像铺上你来的攻击是一个抓拿攻击你防不住 刚才我是在防御结果我以为是没有事的 又一个护身符好像是 这个防御率 这个防御率又高了一点 又是增加对妖怪的伤害 妖怪的伤害还会减免 增加一些钱的掉率 我觉得带一些妖怪的 我感觉上这个游戏中妖怪还是蛮强的 普通敌人的话感觉上不是很强 妖怪的话呢稍微的针对他们一下 那边好像还有个敌人 有点看不见啊 直接被爆头了 这个梯子应该是我们之前看那个梯子吧 哇哇哇哇 好像不应该拿上段来打 现在人表出 哎我的我的锁定没了 那是很危险好像这个游戏中目前是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有被刺 但是你要是背对敌人被攻击的话 应该是伤害还会会蛮高的 这我们要怎么走呢 好这个地方是没有来过 嗯这什么情况啊 好奇怪啊 刚才的攻击子都是居然打不到 哦 很久也是没有用双刀了 拿拿双刀打来打吧 我被 我地图显好好像是有远征的人 嗯 嗯 嗯 好吧 又一个护身符 一个符还是 是一个一个魔法的符文 是可以是召唤一个 Guardian Spirit去 我猜可能就类似于是一个 召唤生物吧 他在一定时间内是会一直攻击点 来清楚好不好使 是 比较好奇啊 可以试一试 目前狗感觉上中段确实是非常就是很很实用的一个一个姿态吧 平常的话上等感觉上就是太 还有一个拿大斧的 上等感觉就是太容易太容易中招了 中段的话会更安全一些 长矛真的是发现DPS是很很受很受影响 换上剑以后是明显是发现清怪的速度变快了很多 在我猜这边应该是之前也是有提说是等是从这个船上好像是来了一些海盗之类的 我觉得那边船上的应该是应该是我们要前进的一个一个方向 我们暂时先不那么不那么走了 这个地区说实话探索的不是很有条理感觉上很很混乱 哇 一个unusual的一个 一个护甲 10的重量5的重量 为什么是灰色 好像是我们需要这东西要6点的stamina才可以使啊 我们现在是不太清楚几点 总之他写的是红的 应该是使不了 有说 这个装备你要是穿不动的话 或者说是属性不达标的话 他好像是可以穿应该是能加防御 但是他的一些特殊效果好像是发动不了 起码从这个画面上来看我猜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 结果我也给他锁定了 毕竟是一个一个子装 先子装先留着 我不想不想卖掉 我看在那个祭坛你去给他卖的话也是 总之我这边看是没有特别的就是给的 或者说换的换换换的钱吧 不是不是很多啊 我感觉上没有必要去浪费 这边是我们来的位置吗 好像是来的位置 这边也是着火的东西也是很多 有点不是很 这边是这个梯子 这边着火等是出不去是吧 但是这边呢好像是可以锅子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桶水吧 哦不错 这样 哇 这还有一个口罩吗 这我猜我可能要我们要去走到就是 出那个海港的位置啊 可能是才能才能去获得 现在暂时就不去不去考虑了 没有说实话没有没有意识到 不过算是运气不错 没有被没有被坑 这个梯子是会 讲是出在出海港的位置吧 我们对面应该是出门往右走应该是到了海港 这个地方 可以这么来 这个房上还有一个口罩吗 刚才在这边我实际知道 好像是可以就这么绕过来 这地方是有点 总之第一次来感觉上还是蛮乱的 不过探索一下之后应该是能 大概能清楚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是教你如何进行落下攻击 这有一个人摔死了 我觉得 这踢的能给踢下来啊 这个房顶先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危险的地方 好像是没有 这是这个库达玛吧 这地方我觉得你要是跳去救他的话 我们就上不来了 现在把这个上面的 summoners candle 这是什么东西 有一个紫色的东西 先把这个房上面的东西去 先去整理一下 写的是可以去召唤 guardian spirit 还有能把amrida给召唤出来 但是要从一个坟墓中召唤 这是那种 那种血坟吗 这个下面应该是当时那个人 他在卡的一个脊脚被我们给 给埋伏了 这些口大骂也是挺挺有意思的 这个房子能通过来吗 那我这边是当时是踢下去了一个 还是踢了这么一个一个梯子 好像就是方便你之后再回了吧 假如说把那边那个口大骂要是给给忘记化 应该是能方便你回来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回去呢 我之前应该是把 我这边好 要绕起来 是这儿吗 不是这儿 我真是把一一桶水给踢下来了 是是这儿 好是这儿 这是被烧死的那个人 我比较好奇 又想看一下这些 这些物品都都怎么使 可能使不了 可能使不了 这样等于是以后 我们要是再想回 诶是这么走吧 再想回去的话 应该是不错 但是这个 这个三分钟Candle 是不太清楚 怎么使 不太 不太清楚 写的是从从坟墓中召唤出来 别的东西呢倒是比较简单明了 这个护身符应该是一个消耗品 这边这个符应该是 应该是啊 这个应该是我们从祭坛中准备的物品 现在是一个无限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道具 现在是你 我败秋能不能买 总之是你不准备的话也是能有的 这样把 这个爆弹拿上吧 这样呢想去走到 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其他路线 总之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最短路线 现在暂时就这么走了 过来啊 试一试上段吧 等于上单挑的时候 上段应该是会 会比较比较好使 或者说打一些比较弱的点的时候 等于你的攻击率会很高 像这个船上应该是比较 会有不太好的一些东西 像我 这个屋子里好像有妖怪啊 像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能解锁一条捷径啊 我们先去优先把这个捷径给 就给 就给解锁了吧 防止我们期间发生什么意外 这些眼 这一个拿长枪刃啊 这一个拿长枪刃啊 他现在双刀可能是毛太太安全了吧 双刀就是你玩命的攻击点 基本上他是没有什么能反击的一个机会的 直接弹药 不过相对的 我感觉上你要是打一些比如说那种妖怪 或者说是一些boss等一些 好像这个之前看的那个口袋在这 打些你没法给他打出硬直 或者说比较 比较危险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是会使长毛 现在可能我估计打些普通的人型怪 就直接拿这个 拿双刀打 轻起来比较快 哎 这样经过了一期的探索 应该是又 这边那个燃烧的这么这么一个小村庄 应该是探索完了 嗯 看一下在这期结束之前 我们先 先把没有东西都卖了吧 这毛应该是没有用啊 77的伤害 我们现在拿的是 90 嗯 刚才好像我点的很快 好像是出现了一个不是特别能理解的一个 一个东西 是我把我的来副枪给卖了吗 我来副枪没有锁定 说我是完成了一个一个头衔的一个一个要求 我的声望上升了 我先看先看我的武器吧 我先把这些东西给锁定下来 我不太清楚是给 我卖的时候是想卖 然后给 由于是你装备它是给先出先给解除装备了 还是说刚才我操作太快 导致这个东西直接是被我给 啊就直接是给卖掉了 是不太清楚 我这些东西应该是都应该是都有锁定 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呃称号什么呢 我先先卖东西吧 或者说呢 我觉得就先 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好啊 不好意思 可能在屏幕上卖东西可能也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故意以后再卖东西 我就自己卖了 看下这个称号 这个能有什么 有什么用吗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 游戏的一个 这些数据什么的 一个prestige bonus 好是会获得一个额外的额外属性点 当你使你获得这个属性点的时候呢 是会 可是你选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会 会被另外的一个东西给给取代掉 这个系统倒是在一些其他的rtg有这种应用也是有见过 现在就是对一些你的属性可能是进行一个很小幅度一个提升 这是哪些生命生命值加10 生命值加10 对这个妖怪领域加10 什么叫受到的 这有点 这个感觉上写的不太好 他这上面写的是受到的属性攻击伤害 0.5% 我感觉上好像是你会多获得0.5的一个伤害 那下面解释是降低你受到这个伤害 这是你的阴阳数的一个能量加2 不太清楚这个加能加多少 我觉得就先加写吧 这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获得之后呢 会被 这玩意会被其他的一些等于相应的一些属性给取消掉 觉得应该是没有 这我应该是没有理解错的 就是比如说你想看看这个东西的话 等于是 或者说你想获得10点的生命 刚才我获得了 获得之后呢 这个东西会被等于现在是一个三点的运气给起到 那之后以后你要是再获得额外的技能点的话 应该是可以再再这么升级 相当于应该不是说对整个人物的属性 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基本上我觉得这是相当于是对游戏中一些 等于一些称号吧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成就 它可能是稍微的会对你去完成一些 一些成就的东西 可能毕竟是有些东西比较难吧 它可能是系统会做你做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奖励 但又并不是说是奖励特别的变态 导致可能把这个游戏的一些 初衷什么都是可以改变了 我觉得这个系统倒是做的做的不错 也算是 可能就是借鉴一些以往 RBG游戏感觉上是比较成功的 这么一个系统吗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样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 在结束之前 我们做最后一件事升级 看能生长 哇生这么多技能啊 我估计就还是加血呗 我现在是在考虑要再加很多的血吗 可能要把我的双刀的就是属性可能要提升一下 我觉得现在再加加血吧 可能是初期的话可能是稍微的多稍微稳一点 到之后感觉上自己的生存能力是得到了确保 Beginning of Samurai 又是一个这是干嘛的 可能是你到达多少集的时候给你的吧 我就先初期先加加血把自己生存能力确保了 确保之后感觉上以后 算是有信心了 操作的也是比较熟练之后 再去可能是再多去投入到一些生存的 或者说是进攻的一些属性上 初期暂时就这个样子了 这期呢由于时间关系 也是先录到这儿的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